森巴体坛 三层皮 一针接起来看到底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胖猪聊球 今天啊胖猪跟个球兵呢 咱们一起来聊一下中国女排啊 我们知道目前啊 中国女排正在里米尼的来备战女排世界联赛 球队啊 在结束了前四周的一个比赛之后啊 也是好取了四年胜 目前呢 也是迎来了一个短暂的几天的一个休整的时间 但是呢 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对于郎平来说 大家呢 没有特别多的去放假休息的时间 郎平也是给姑娘们安排了非常系统科学的训练 为的是什么呢 为的就是能够把这种好的状态给延续下去 因为呢 在第五周开始 我们即将迎来三场硬仗 那么这三场比赛中 我们有两个对手都是非常的难缠 而且都是我们东京奥运会小组赛将要面对的对手 一个是俄罗斯 另外一个就是美国 那么同样的中间我们还要迎战一场欧洲禁律与这个波兰的比赛 所以说这三场比赛对于中国女排而言都是场场都不容有失 因为呢 首先就拿打俄罗斯这场比赛来说 是吧 我们在第五周的首场比赛将会迎战俄罗斯 那么打俄罗斯的话 如果说我们输掉的话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中国女排 我们这一次的女排世界联赛 我们已经将会提前到无缘前四的排名 对吧 这场比赛堪称是生死之战 如果说我们拿下了 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形势一片大好 但是我们输了 那么对于我们中国女排来说 也就是基本上提前宣告了我们冲击这一次的前四 失败了 无缘最终的总决赛了 尤其是什么 我们知道这一次包括美国女排 包括俄罗斯女排 这两只球率啊 她们都是全主力出战 而这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对不对 我们可以通过这一次的比赛 我们不仅要通过场上争取去击败她们 去摧毁她们的自信心 而且呢 还要充分的掌握了解对手的这些主力球员的一些心理状态 以及他们的基战术的打法 来到东京奥运会上扬长臂短 针对心的打击 就做好了一个很好的铺垫 所以说呢 这两场比赛都是尤为关键的 而且我们要知道什么呢 中国女排我们现在在四周的比赛结束之后 我们排在女排世界联赛的第八名 但是呢 我们一旦说在这种比赛 我们击败了俄罗斯 而且是要横扫俄罗斯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把自己的一个战绩往上继续的排名 击分也是继续的上涨三分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非常有望在打完了俄罗斯这场比赛之后 至少保底我们能够超过身前的俄罗斯 也就是说上升到第七名 如果说理想的话 在本轮比赛 荷兰和多米尼加这两支球队 如果也同样犯错的话 那么我们最多是有机会能够直接 在这一轮比赛结束之后上升到第五名的 对不对 也就是理论上 其实我们跟身前的这三支球队 都只是差了一个胜场 而且呢 我们跟这三个球队之间的 这种相互之间的战绩 我们是占优的 击分占优的 所以说呢 一旦说我们能够横扫俄罗斯 而这三支球队全部犯错输球的话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中国队是有望从第八一下子上升到第五 是完全具备这个可能性 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尤为关键 我们必须要拿下 对于郎平来说 他也只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3比0或者3比1 我要横扫俄罗斯 同样的我们知道 在上一场与意大利的比赛中 我们中国女排的核心战将 朱婷 她是因伤而缺席了比赛 但是本场比赛 根据胖周所了解的消息显示 朱婷非常有可能将会正式的伤与付出 并且呢 包括刘晓彤这个点 我们知道 在前几场比赛一直遭到了 郎平他的一个血仓 那么在本场比赛呢 刘晓彤也非常有望 迎来自己跟主力阵容搭配的一个机会 那么获得一个被检验的机会 因为留给郎平检验这些替补球员的一个时间不多了 他需要继续的在第四主攻啊 副攻包括自由人的各个位置上 再不断的尝试搭配 给他们一些机会 给这些边缘球员一些机会 来尝试挑选出最终极的一个名单 所以说呢 朱婷和刘晓彤在本场比赛 有望完成携手付出 这两位出战过里约奥运会的冠军功勋 如果说他们两个人联手出战 主攻这个位置的话 或许能够给中国女排带来一些新意和变化 那么没准这两位奥运夺冠的老将 用他们的经验可以帮助中国女排去横扫哥罗斯 而本场比赛呢 将会在北京时间的6月18日 也就是本周五晚上的22点正式开打 那么CCTV5央视体育频道呢 也将会现场直播 那么我们也是共同的期待并且祝福中国女排 能够在本场比赛顺利的横扫哥罗斯 拿下五连胜 争取能够一波连胜 冲进女排世界联赛的前四 能够有机会最终问冕总冠军 我们也拭目以待 好了那么本期的帕猪达球外 再先聊到这儿 喜欢帕猪达别忘了点关注 帕猪达听听听 聊到点球